从数字来看柔佛国阵候选人 有个号码必须关注 那就是37 因为在82个国州选区中 有37个有新人上阵 南方前线重量级领袖云集 20个国阵国席 就有15个是名将首土 许多都是部长级人马或政党高层 至于37个州席 也有一半 也就是19个席位 候选人园区上阵 巫统这一次攻打过半国州议席 当中卡利诺丁除了在百万镇首土 也会进攻巴西古当国席 滑稽政党方面 马华出征八国15州 书里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两名副总会长拿督蔡志勇 和拿督斯里合国中 都肩负着守住马华席位的重任 至于副总秘书拿督斯里黄日升 同样受委捍卫丹荣彼爱 严秉兽必须取回居栏 而张秀福则会在伊斯干达公主城 对战行动党顾问林吉祥 其他必须重振马华党位的 还包括顾春财和宋乃顺 民政党则是攻打一国二州 总秘书拿督梁德明 将捍卫新邦令金 另外在刚解散的柔佛州议会中 马华唯一州行政议员拿督郑修强 将捍卫普莱士巴当州议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岸探索